因为这个音跨到8度了 所以 最后一个音 放松点和 第一个音要一样 你不要突兀 你有时候容易说 摁上去 变成是 这样挤上去 不要这样 放松 走 好一点 虽然签息 但是是对的 注意一下这个音 这个乌到高音的时候 微微的你的嘴唇 嘴型要稍微再开一点 这个乌才能打出去 要不然的话 你只是 就是规规矩矩的 放在那个乌的初始状态的话 你很难唱到高音 对了 你看你这里有点浅 你是在这 你是 你也没有说很紧 可是呢 我希望你的这个声音 可以是圆润一点 就是这个口型 然后这个感觉 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这个嘴巴 这个乌子会微微的张开一点 起始音不要张开 起始音放松 是 你看最后一个音很关键 你看 看着 对了 就有点打开的那个感觉 就是最后那一个音 你的打开的音 最多 那个点落在 还是哦的感觉 有一种哦的感觉 你 发哦和哦的音 你试试 走 对 好 勉强 你慢慢慢慢的体会吧 反正你现在比觉得 比之前刚来的时候 好很多 你对这个 然后我让你咬着牙 唱这个音的 然后这个 你容易 你还是容易 嗓子这儿再给点力 完全是放松的 咬紧牙钻 对 走 好 所以那个E字要很重要 对了 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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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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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又你 对 据说你现在做的这个感觉就对了 有时候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 咬牙咬紧牙关这样子 把这个声音发出去 就是避免你避免你动嗓子 对很容易 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从 你从这个牙齿的前面 把这个字吐出去就会比较 好很多 然后就特别特别的就轻松 然后你不会动到喉咙 因为我们唱歌最大的忌讳就是 没有学过唱歌的人基本上用嗓子 喊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这个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咬着牙齿的这个 那个咬咬咬的变成打开唱 打开唱的时候呢 这一点我就说要强调一下 你首先要微笑的状态 最主要还是要上面的这个牙齿要露出来 我早就讲过我们亚洲人很害羞 经常都那个牙齿是 嘴是嘴皮包着牙齿的 这样不好 要微笑 再打开 然后牙齿要露出来 对来唱这个 你的第一个音呢 你看你第一个音用的力量 你有去控制它 应该正常就是 自然的 可是你喜欢怎么样呢 你再注意我学你 你的这一下子呢 整个这个身体其实已经都在紧张了 你这种状态不是不能唱 你也能唱到很高的音 可是呢 你唱到什么时候 你都会有一个东西牵着你 就是说 你没有人家自然的送力 送出去的那个状态 那种借力打力的那种状态 你是控制来控制去 控制的你很累 但是你控制 你掌握的 你能够掌握的那个 那个范围以内 你会唱得很好 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也行 但是呢 对 我就看到了 所以这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就要做 对 对 就是因为这种 没错 你要注意一下 再来 OK Go 上面的嘴皮子再往上抽一点点 因为它锻炼的肌肉 我们很多人不习惯微笑 微笑之后还要再特意的 你往上夸张一点做一下 这样的话你肌肉就经常活动 活动在那你很容易就上去了 OK再来 对了 很好 坚持 再坚持一个 这一个音从第一个音开始 起始音开始 你就把你的力量特别的控制 再收一下 因为你越撒出去 你越觉得我跟你拼了 越高了 你其实越唱不了 你反而是往后缩一下 就是放松一点 然后往后退一步 你才能唱更高 再来 走 差一点点 没关系 差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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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声音就比以前轻量了很多 有力量了很多 虽然你还是需要在不断的练 但是真的比刚来的时候进步好多 其实你刚进来这个感觉是对的挺好的 差那么一点点火候 再准备好一点 再放松一点 但是你的意思是 想表达的意思是对的 再来 很好 我说你这几个点都掌握得特别好 但是第一个字遇见的欲 大声了一点点 对 你稍微唱得冲了一点 我好像每次就是投了那个字 我有时候好像就是 为了感觉节拍是吧 对 我老觉得我节奏就是 你能有一个办法 你看通常有的人越感好的 他倒没关系 那你这方面如果越感稍微差一点点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这也算是一个过度的办法 不是最终的办法 就是说你可以唱每一个字的时候 刚进入的时候 稍微轻声状态划过 那这样的话能保证 你不是一下子那么突兀 和那种很干巴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要注意那个欲 但是你后面那个名月 那个音乐唱得很轻 那个感觉很好 所以他的这个字 它有轻有重 这个你是把握住的 但是就第一个字 重要吗 好 节奏 对 节奏 再来 我把这 好 还是有点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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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二个来唱太实了 你看可以试用这个感觉 很扎实就不好听了 试一下 好加油 其实最后这一句还蛮有一点点这个气息上的难度 有点长 对因为它很长 中间要是加进去又不好听 你要在那换气又不好听 所以你一定要hold住 怎么样都要把它坚持完了 如果那个中间一换气断掉了 对 就不好听了 反正这歌我主要是气息的问题 对 它就是在那个后面 特别是最后那一句比较明显 前面还好一点 然后有一点点晃荡的感觉 所以变成怎么样 变成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字的时候 你那个力量都要再均衡一下 比刚才就早用过了 对对对对 几乎就是说要每一个字的力量都要均匀 当你不均匀的时候吧 你比如说有些字过轻也不行 又出不来那个效果 有些过字 有些字过重 你最后脱不下来 所以说你要掌握一个稍微在 比刚才 我觉得刚才你其实算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可以再轻那么一点点 你到最后还感觉会多多有余 你刚才是已经到极限了 对啊我觉得快唱不住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还没到呢 哒哒哒你听啊 遇见三天 对了 这个好 好 咱们再来 但是已经真的很不错了 咱们从二段开始啊 有点那个意思了啊 第一句啊 能进入状态了 这里可以吸一口气你看 在四层 你在唱 在四层 相似的 翻世界 所以你要在四层的后面 在四层唱了三个字就要呼吸 并不是说你那个气 到完全不够用你才要呼吸 只有在这一句里面 在四层 这个层的后面 对 你这个层的后面 呼吸比较合理嘛 对不对 对啊 在这里啊 不如清风 明月 三思曾 相识的 翻世界 对了 我盼流连 我时光隔禁 小春风 一如初见 梦醒天下 有你的火脸 温热人在笑点 满眼 我们都有你 谁忘了失恋 一般苦涩 一般青山 数着天 只为花开大雨 就像奶奶 被灰灰 从来又参加 好 这个地方ok了 那个来来回 刚才掌握的很好 但是那个数着年月的月 你那样唱不是不行 也挺好的 但是你可以try一下这个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就是 等一下 你看 你是数着年月 你的月还是比较实在 对 你可以把它唱成气声 就是 数着年月 年月 虚一点 是吧 对 虚一点 月月 不要那么扎实 好 再试一下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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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啊 也有一个空隙可以吸的 你的吸不有了 杯子后面 你吸的时候要很积极的 很快的吸 但是你吸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不能让别人听出来 你换气了 对对 但是其实是你换了 旋律 对对 没错没错 偷一口气 不然的话 你真的憋到后面好难受 好 再想一下 再来 好 因为到后面马上就要接下面了 所以你还要注意就是这个节奏 还是节奏的问题 刚才那个杯呢 基本上算是尝试成功 但那个杯弱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再重一点就会更好 其实我觉得剧手歌里面呢 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气息呼吸 然后就是 那个有一些咬字 稍微重一些 然后可以再轻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节奏 你一定要节奏要数清楚 到底那一句后面是几拍 还得多听 对对 你要把它 就轻的时候得听仔细 对对 你要把它听仔细 不然的话 你maybe 恍恍惚惚的就 因为有的时候就 就是洗碗的肉在那 洗碗的肉在 对 就才有功夫 然后就是 所以你们这个 真的是都挺不容易的 然后照顾完小孩子 家庭以后 才有自己的这点爱好 加油加油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